好,這邊 所以在這裡喔 在這附近你會聽到神廟的聲音 其實通常都是走 其實中暗都會走在上面會聽到神廟的聲音 然後你根本不知道神廟在哪裡 大概走在這附近會聽到很多神廟的聲音 那這個神廟的入口 在這邊 在這個門這邊 那你可能會 在這個地方你想說這個門喔 到底在幹嘛呢 可能你會用 撞的 用炸彈炸 在這邊 這個地方 這邊有個門 你可以用炸彈炸 或者是用磁鐵都沒有用 或者是直接推 當然是沒用囉 那你要怎麼做呢 到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 往 這個上面走 然後走到大概 這邊 有個水這樣子 那還要繼續走 那走到上面呢 就會有個雪球 那就可以把雪球丟下來 可是如果雪球丟下來 丟到這邊然後就可以 去 撞這個門 你看門在那邊 可是如果這樣子的話喔 這個門 就是它到這邊可能 掉到這個 掉到這個水池裡面 所以你在 解這關的時候 你要先 用你的 能力 有這個水柱的能力 先把這個水池 這樣 把這個水池的水 這樣子 把它 疊起來 這樣這個球呢 如果等一下經過這裡的話 不會疊到 不會疊到 不會疊到這個洞裡面去喔 這樣子 好 那都確認好了以後 我就繼續往上走 走到大概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有一個雪球 應該是有很多雪球呢 那你就拿其中的一顆 然後 好像保齡球一樣往下丟 那瞄準一下囉 差不多就在這囉 然後就開始往下丟 那就一路的 往這邊 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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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然後就一直滾下去 滾到門 就把門撞開來了 啊捏 你就 解開這個關卡 不小心掉到水裡面去 然後就往裡面飛喔 裡面就是一個 小小的世界 當然是有神廟囉 哇 你看這個地方 很酷吧 那你可以走進去啦 不過我們想要 想要帥一點 就飛進去 啊捏 各位同學 我們就 解開了這個神廟 好這神廟 其實 沒有什麼要打的 因為我們 解這個關卡其實很不容易呢 直接拿我的獎勵 有一個 52的這個劍喔 那我就丟一些 我的比較爛的 其實52的這個劍 一定要拿的 所以我丟了這個 36的 然後拿著52 那我們就過關了 我們去拿它 回來了 我們來聽完 如果你看到你的 這個不咬的 我們來看 在我們